《青衣社區隔離設施》 將會提供3,900個應急隔離床位 讓我們將一些確診的但未必有病徵 又或者是輕症的人入住 重要性就是將這些確診的人士 可以盡早去隔離 不需要在家庭或者街坊社會裏面受到感染 令到整個風險是可以即時限制到切斷傳貨鏈 在我們過去的經驗 輕症或者沒有症狀的確診者 他們所需要住在隔離設施的時間相對是短的 可能是7天左右 所以在我們今次的設施方面 最主要希望是要快建成 兼且以實用為主 在設施方面有些是需要公共設施 例如是一些洗手間或者浴室 我們會交給保安局旗下的文安隊和紀律部隊 去做日常的管理和運作 他們在這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 我們亦都會有醫護人員 在設施裏面提供醫護服務給有需要的人士 謝謝